大家好,我是英马卡迪诺的技术工程师朱江 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呢,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这个Red Studio 10的新特性 就是安卓Service这一步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在Red Studio 10 Seattle这个版本里面支持的一些安卓Service的类型 它支持现在就是四种方式,就是有Local Service,还有这个Remote Service 然后在这个Service里面呢,还有这个Intent这种Service方式 后面呢,我们也会讲 然后它的这个流程呢,也非常简单 就是说首先呢,我们先用Wizard,有这个向导 可以帮助咱们创建那个Service在这个开发环境当中 Service的这个名称呢,你起的这个名称呢,不能是Service 因为这个名称呢,已经被这个系统自动的去保留了 然后Service的这个名称呢,只是还得是单一的 也就是说你在英文当中,你可能会调用若干个和不同的这个Service 然后呢,那它这些名称呢,显然是不能够重复的 对吧,不然的话,你怎么区分啊,对吧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编写这个Service里边的这些功能代码 最后呢,就是编译,把它编译一下 然后现在呢,就是说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用什么呢 用的,还是用那种向导就创建一个这个应用程序 然后在这个应用程序里边,这个安卓平台的时候呢 它现在有一个选项,在上面可以选这个I的 安卓Service这么一项 然后把刚才创建的这个Service的这个目录呢,你指定 指定之后呢,它这个这个Real Studio呢,它自己就能够找到这个Android 你就是编译好的这个Service的这些文件 这个模块,它就会在你的这个项目里边创建相应的这个链接 引用,最后呢,就链接到你的这个项目当中 然后在这个APP当中呢,APP当中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对吧,是说你需要用一个什么呢 它那个,如果说是Local Service,你就用Local Service Connection 这么一个变量,它有一个这么一个类 直接可以去访问 当然你要Remote呢,那就有Remote,可以去访问 然后我们最后呢,可以用什么Star Service或绑定Service 可以启动这个Service,并且加以这个利用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 就说,除了PPT这块呢 我们如果说要看帮助的话 我们去到哪里去找 我们在这个,首先呢,在这个 尼玛卡迪诺的Red Studio这个官方的这个帮助网站上面有 有专门有这么一块,叫创建安卓Service 这个里边写的呢,就是也是非常详细 而这里边的很多内容呢,就是都提前交代了 包括一些这个变量的处理啊,等等等等 所以这块呢,也是大家这个学习的一个好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这块都有相应的一些 各种各样的这个,如何启动服务啊,等等 你需要添加的一些内容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个 具体的一个例子 好,首先我们到我们这个开发环境 我们开发环境之后,我们点File,New New完之后,我们选Other 在Other里边,我们点击这个DevProject的时候呢 它现在这个第一项呢,就出现了一个Android Service 我们点击Android Service之后呢,就出现了这个向导 这个安卓服务向导里边就说了,有本地服务啊 还有这本地的这种单线程的这种服务啊 远端的这个服务啊,远端的这种现成的服务 这个我们最后会总结一下这个Internet Service 跟那个Service有什么不同 好,那么我们在这块呢,就以这个最简单的为例 Local Service,其他的呢,大家可以自己去下面去研究 我点了OK之后呢,它就现在已经创建了一个Service的一个 这么一个程序,有这么一个Unit1 那下面呢,我们先把它都保存 比如说我们在桌面上建一个Demo的文件夹 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我们管它就比如叫MyService MyService的这么一个单元 这个项目名称啊,项目名称,我们记住了 跟DR的那个概念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这个,你选择MyService的时候这个项目 它就是LabMyService这样,DNR 我们也可以看,就是如果说这个平台你要输的不是安卓的话 那它就会变,DNR的话,它就会变成Windows平台 就是DNR,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是安卓平台 好,这个MyService做好了之后 当然了,就是我们这一块呢,还可以改这些比较 包括这个类的这个,它会给您生成一个什么Android Service DM 就是Data Model,这么一个窗口 可以让你放一些你需要的一些空间啊等等的 在里边去进行相应的一些操作 然后我们什么呢,我们直接在这里边写一些代码 然后去看一下就是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所以我们是假设什么呢 我们是假设就是我们要写一些啊,比如说计算的一个代码 我们就以这个加法为例 就是让它返回两个数字的,两个数字的这个加法的这个核啊 所以我们就加一个Function 对吧,这个就可以了 同时我们为了了解什么呢 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切回到这个画面啊 可视化的这个画面 画面的时候这个,这个实际上就是它这个服务的这个模型 那这个服务的模型我们可以看它这个对应的事件啊 Property没有什么太多的啊 这个事件里面就有很多什么绑定啊,创建啊 还有这个StackCommand啊等等 这个里边就我们看一下什么呢 一个是Start,一个UnstackCommand,还有一个Quit 这两个 Quit就是一个创建了,对吧 那创建的时候我们希望什么呢 我们就让它记录一个时间啊 这么着呢,我好一会儿呢 我们好去分析啊,去分析它到底是一个怎么一个启动的一个顺序啊 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呢 Restart 还有一个Restart啊 这个Restart是在哪呢 就是这个StackCommand 这个StackCommand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如果说你启动了这个服务的时候呢 它会调用它,调用它呢 就是让你告诉它,它以什么方式启动啊 这个通常是什么呢 通常呢,如果默认的情况下啊 大家可以看相应的帮助啊,默认的情况下 它不是一个就是盯住在这个服务里的 也就是说是能够被杀掉了啊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这种啊 Stick方式的,你就要告诉它 我要在这里边常住 就是不能够说你杀掉我就没有了啊 所以像这块呢 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个什么呢 就是它这个有T 可以加了Service点啊 这个你打不来了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需要在这个里边的引用 加入一些这个单元的这个引用 啊,所以我们先比如说 安卓 啊,加一个APP啊 这一样一个APP啊 就可以了啊 好,我们加完了之后 Java class 然后呢 就有什么呢 就有这个,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相应的这个属性就出来了 start,通常那是start, not stick 啊,我们现在呢 就希望它是start, stick啊 就是在里边去 然后这个,这个掉用这个start command的时候 我说实际上是只让你掉一次起一次的时候 它就是会掉啊 所以这块实际上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restart 啊 我们现在的这个就是为了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启动的顺序 当然 当然了就是最终的啊 还是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话 还是需要去看这个安卓这方面的这个详细的这个说明的这个文档 啊 好 那么下面我们给这些相当变量啊 都有值了之后 我们就要加一些功能了啊 就是什么呢 它怎么取出来 对吧 比如get restart 对吧 get start 这个相应的这个函数 啊 然后我们用CtrlShiftC 去写里边的这个相应的这个 啊 代码 那这个这个简单的就是AB的那种E加B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是取restart 那就应该是Data的restart Data start 好 那下面这块呢 我们就是 这个服务这一端 啊 我们就做完了 啊 就是这么简单 当然就是在一会儿我们可能会用到一些什么呢 就是你的这个Data Mode的这个模型 这个类 好 下面这个服务做好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右边的这个项目上面 我们点右键选build 啊 看一下 好 没有问题 好 这个不出错之后我们在这个项目组里边我们就开始增加一个新的项目增加新的项目呢就是 Data Mode下面的多少呢 Multi device application 啊 多设备应用程序 增加了这个多设备应用程序之后呢我们把它的啊风格呀包括这个目标平台呀都改改成安卓啊 因为现在咱们就要用安卓的这一块 然后我们先把它保存一下 嗯 Demo 然后呢我们先建一个文件夹 比如这个叫什么呢 My service ap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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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啊 这个这个单元 然后呢 这个项目 Service app 还有一个项目组 啊 My service 这么一个项目组 啊 我把这几项保存好了之后下面我们开始了啊 我们开始什么呢 我们开始怎么把 这个服务 E-O的服务啊 加到我的这个项目当中啊 大家可以看我现在首先呢把这个目标平台打开 那么它打开之后呢我在安卓的这个平台要点右键 到最下面 它有一个爱的安卓Service 大家可以看到爱的安卓Service 点安卓后呢就打开了这个啊 增加安卓服务的这么一个项导 啊 我们点选我们的这个目录 这刚才编译好的这个目录是什么 Demo my service啊 这么一个目录啊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文件夹 选择文件夹之后我就可以点下一步了 点击下一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向导呢会自动的啊搜索你的这个项目下面的这个相应的这些 so啊价啊啊他需要的一些文件包括原代码啊你的这个 就是你服务的这个数据模块的这个代码啊 这个model的这个代码 那他把这几个搜索到了so呢就是这个酷了 对吧 然后价呢是因为现在很多还是需要这个java的啊 所以他还有一个价的这么一个接口啊 然后还有pa这个这个ps的啊 pa这个这个原代码就需要用你引用的啊 你要使用吗 你要知道那个接口是什么样子吗啊 对吧 所以他需要这个 所以我现在点finish 点完finish之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安卓的这个library啊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把你的这mysport价啊这个加进来了啊 同时同时呢他还会什么呢他还会把你的这个相应的原代码这个文件啊也给他就是链接进来了链接进来了 还是这个一个文件啊还是这个一个文件啊链接过来了 好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在这个界面上做一些这个基本的加一些组件 首先呢我们放一个这个panel 然后我们放一些这个button啊 然后我们放两个输入框这两个输入框呢主要是在他算那个算数的啊就是就是这个刚才我们做一个那个加法嘛对吧加法的这么一个解决 所以我们把这个加法的这些放到这啊这几个button我们改一下啊 第一个button呢我们让它是什么呢 start啊 start啊直接用这个start的这种方式啊 service啊第二种呢我们用那种绑定的绑定啊 啊我们看看它有什么那个区别啊第三个呢当然就是调我们的这个 add 的这个方法啊并且显示一些数字啊 啊第四个呢我们打算就是直接用就是退出啊 用在退出上面 我们把这个相应的这个名字也给它改了 好改完了之后呢我们就现在呢就需要写代码 然后我们就进到进到其中的一个实键啊实键里边去 首先呢就是这个start service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那PPT里面也提到了 说你这个start service你需要用那什么local啊 因为你的是本地的嘛对吧那你就是什么 tlocal service 然后呢有一个connection啊这么一个lay啊 然后你点完了应该可以可以找到 但是为什么现在没有找到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呢没有加它的这个对应的这个单元啊 啊因为你需要用什么呢用这个这个安卓的这个服务 对吧所以你是什么呢 需要加一个系统点安卓点service 啊系统点安卓点service 啊加完这个还不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你还说得到什么 你还说到你要用你自己的这个特定的这个服务 对吧所以rf1把你特定的这个服务单元那个代码啊加进来 让他这个myserviceunit1你看他就给加进来了啊 好那么下面我们先说这个我们需要把这个保存一下 然后让他编译快速的让他编译一下 你编译之后呢他就能够啊知道了你要引用哪些单元 这么着呢就有提示先用的这个提示信息啊 正如我们说了这个类呢 你直接可以调查这个star service啊 叫star service 不需要 star service这个名字啊 service名字刚才我们说了啊 大家第一是大家也敏感 而且是刚才你的这个 你当时起的这个什么名字就是什么名字 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啊 myservice我们叫啊 那这个就可以了 同时呢我们还现在希望什么呢 在这块加一些输出啊 对吧 对吧我们让他加一些这个输出的输出 就是你现在开始这个start start service了对吧 当然这个service具体启动了什么情况 我们并不清楚 我们需要后面有些其他的一些判断的去看啊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服务启动了啊 好再来我们来看什么呢绑定啊 绑定服务 绑定服务是这样的 我们需要什么呢 我们需要也是要用到这个local service connection 啊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什么呢新定义一些变量啊 比如说 local service connection 对吧 然后还需要定义一个什么呢 还需要定义一个就给我们自己的这个服务 刚才我们那个my service 啊不是不是这个my service这个单元 那这个单元我们定义了我们自己这个特殊的这个服务的这个模块是什么类的呢 tandroid service dm 对吧所以我们把它呢 啊也给它定义到这里面 这么点好用啊 然后我们给它起个名字是什么呢 就是android service dm 对吧 android service dm 或者你愿意前面加my 都可以啊 我们把它定义过来 定义过来之后呢 那现在就说了这个绑定服务是这样的 就是你这个local service啊 创建创建完了之后什么呢 创建它有一个on connection啊 这么一个事件啊 好我们看一下 所以首先呢就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这个local lsc 它是不是等于空 对吧 如果 如果它 如果它还没有 还没有建立过 对吧 那我们 就需要给它创建一下啊 创建一个啊 创建完了之后什么呢 因为你要绑定了嘛 对吧 那我们就是什么呢 还需要判断 它的这个本地的这个变量 是不是 也就是说 lsc.local service啊 实际上这块呢 我们就可以引用它这个local service 啊 因为你这个local service呢 它也是等于空的 对吧 因为没有绑定嘛 对吧 所以我们才现在需要绑定 需要绑定的时候呢 那我先什么呢 a asdm 实量它是空的 对吧 当然你知不知都可以了 对吧 知不知都行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 我们看啊 lsc.r 绑定 绑定服务 我们可以调用这个啊 绑定服务呢 是什么呢 你的这服务也是买service啊 然后在绑定之前啊 我们刚才说了 它有一个什么呢 它有一个事件 叫unconnected 啊 它就是你连接啊 或者是不连接的时候 它都有一个相应的一个事件啊 我们通过这个呢 可以 因为我们 多一后台的这种服务 我们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连接上啊 对吧 有可能我们下了一个连接命令 它压根就没连接上 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什么 需要给它加一个unconnected 的事件呢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函数啊 那我们可以给它 写一个unconnected 因为这unconnected 它现在还没写 所以我现在还需要在上面 再写一个 对应的 unconnected 这unconnected 它实际上是什么呢 它实际上就是说白了 就给我们传 传回一个什么呀 就是传回一个local service 啊 就是告诉你连接上的 并且连接的是哪个啊 然后它给你的是什么呢 是安卓的这个base啊 service 所以也就是说 不论你是什么类型的这个服务 安卓什么类型的服务 它都会给你传过来啊 那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实际上就是它的这个 这个这个对应类型的 那我们现在啊 我们现在就是我们里边 为什么要定义这么一个变量呢 就是安卓service data model 对吧 因为就是比较方便啊 我们可以引用 因为它给我传过来 这个local service 就是这个类型的 对不对 就是这个类型的 所以我直接把你的这个local service 直接给它复制过来就行了 当然你这块也可以用那个 你的这个local service connection里边的这个local service 实际上是一样的 这两个是一样的 好 然后这会呢 我并且我还希望什么呢 我还希望它有一个输出 就是 对吧 我还希望它就是告诉我 connected 啊 已经就是连接上了 对吧 如果说没连接上 这么多我知道啊 所以这块呢 就是你可以加一些辅助的东西啊 包括一些啊 如果说你要是程序的话 那就是我去绑定了 绑定这个相应的这个服务 绑定服务当然并不意味的 它能够这个真的连上啊 所以绑定的时候我们还 我们需要就看 它到底连上没连上 如果说没连上的话 你用其他的一些东西 它最后会出错了 所以我们把相应的这些步骤的呢 都给它显示出来 比如像这是绑定服务啊 那个是连接上啊等等 好下面这个就是绑定那块了啊 绑定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什么呢 我们就可以调用这个 相应的这个 我们的当时的一些这个 这个这个函数了啊 那我们就选 比如说如果 ASDM 它不等于空 我们还可以实际上还可以在这个local source这块可以给它定义一下 就这个 ASDM啊 我们可以比如给它定义 给它给它 给它付一个值 避免一些出错 好下面我们就可以 这个 看那些相应的这个输出了 对吧 我们这会呢 比如我们用一个 临时变量 临时变量 它等于什么呢 ASDM 安卓Service DataModel DataModel 你看我这会点那个 这个一个点之后 它就有相应的提示 那我就 可以选一些我想要的这个函数 因为现在我们想想 那我们要用加法 啊 我们就把它加法过来 对吧 那ID的什么呢 ID的1 text 对吧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足处 所以我们还需要给它转换一下 就是String ToInt 然后第二项也一样 第二个参数 也是这样 然后无非就是Edit2 对吧 Edit2 这一块呢 它就建成了 这个临时变量呢 我们加一下Ctrl Shift V 添加到这个系统当中 然后呢 我们把它进行输出 然后比较A加B等于 后边加上这个什么呢 String 对吧 TimePi 这是Int2String 好了 这个就OK了 然后我们接着还有一些什么输出呢 我们还有比如说 TimePi 我们要把它相应的这个时间 我们要拿到 啊 我们为了看一下它服务里边 到底是一个怎么运行的 啊 所以我们就Get GetStartTime 对吧 GetStartTime 那返回之后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日期型的 Ctrl Shift V 把它T DateTime加上去 啊 我们还是MEMO MEMO MEMO 1.Line.Add 对吧 之后呢 这块的用于什么呢 就是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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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 等于 对吧 再加上一个什么呢 DataTime toString 变成String 啊 然后这个呢 Restart呢 就加一个Restart啊 就可以了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AddButton 之后我们按完了之后 我们希望它这个输出的一些内容啊 这么着呢 我们来去看一下 它到底是这个服务的这些执行顺序 到底是在里边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嗯 好 最后呢 这个退出 退出Button呢 也是我们看一下 比如ASDM 或者说 或者我们直接用这个local service LSC 啊 LSC LSC 如果说它不等于空啊 不等于 不等于空 嗯 不是 应该是 错了 A 按照SizeDataModel 这个不空 那就说它本地的服务是绑定的 对吧 那我们 用什么呢 LSC 点 就是 首先解除绑定 对吧 啊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 后边呢 就把这个LSC呢 就给它释放了 Fee And New 啊 这样就可以了啊 这个如果说你不做这一步呢 也不是说不行啊 也可以 但是按照它这个帮助文件的文档上就说了 就是如果说你不给它指控的话 那它最后也就是你第二次启动的时候啊 它会直接爆错啊 就直接就退出了 好 那么下面这个程序呢 我们基本上就写完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编译一下看看对不对 有些问题 我们看看 啊 对 这 这不应该是括号 这应该是复值 好 这个编译都通过了啊 下面呢 我们就把这个程序呢 就发布到这个设备上面啊 好 好 那我们把它发布到设备上面去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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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程序呢 就已经到我手机上面去发布了啊 好 好 我们打开它的这个驱动 好 好 我们把这个显示出来了啊 首先呢 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start service啊 start service之后呢 它就有一个我们刚才有一定输出啊 对 当然这个服务到底一个什么状况 我们也不清楚啊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比如啊 算几个这个数字的啊 就一二三啊 四五六啊 四六 然后我们为了要算这个东西呢 我们肯定是需要把这个相应的这个服务是绑定的 对吧 所以我们绑定 绑定服务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他就告诉我们了绑定 你你执行了一个绑定服务 并且呢就是现在已经连连接上了 对吧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ID 点击ID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就是现在我们显示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执行的一个时间啊 这个start service跟那个restart是一样的 这个时间是一样的啊 大家记住啊 好 好下面呢 我开始干嘛呢 我要开始按这个再按一下这个start service啊 我看他调用哪一个 因为通常啊 按照这个声明书上来说就是你start service的话 他会新创建一个service啊 在安卓里面创建完之后 他会重新启动一下 会restart啊 有什么一个过程 但如果说你再点击这个 再点击这个start service 我们看看啊 他是还会不会创建啊 好下面我们点击 点击 点击完之后 他说你又你又start这个service来了 对吧 然后我们点那个 因为你现在已经绑定了啊 我没必要那什么 所以我们点add 我们点add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啊 第二个start实际上这个这个程序里面写错了啊 应该是restart 第二行应该是restart的这个时间啊 所以第二次呢 就是没有start了啊 已经没有创建了啊 只是一个restart 所以呢我们要搞好他的这个每一个函数是什么定义 以后我们才有可能就是往里边放相应的对应的一些代码啊 去处理 好这个呢就是start跟restart包括一个绑定啊 好下面呢我们退出啊 退出 退出完之后我们在在点击这个程序的时候 我们看他就是实际上也还是在这啊 如果现在现在我全部把它杀掉啊 就包括服务进程全部杀掉啊 因为我这个机器呢 就完全可以杀掉的话 他肯定也是被杀掉了啊 但是现在呢我们还是什么呢 我们先看一下啊 重新向他恢复 恢复完之后呢我们还是绑定 嗯 这个出错了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了 就是你要退出的时候 必须得把它这个做好啊 这个删后的工作必须得做好 我们 好 没加数 我们现在加 加三四 一二 好 然后再看的时候这会大家看啊 就是他的这个启动的时间啊 就是你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启动的时间了 就跟刚才那个不一样了 因为你这个程序整个都被关掉 嗯 我们再关掉 全都关掉 全部关掉之后 现在呢 我在这上面输两个数字 比如一二 三四五 对吧 输完了之后什么呢 我现在不start service啊 大家看我不不start service 我直接用绑定 直接用绑定服务 然后我选add啊 大家看到什么了吗 也就第一行start time是有的 第二行没有 第二行应该restart 刚才我们说了 restart他没有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要用绑定服务的话 他是什么状况 他是你只要用 他就会去绑定你的这个这个库啊 实际上也就是说 这个安卓里边的这个service实际上就跟windows里边的一个DR一样 对吧 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自动的这种啊 你加载 你直接告诉我去哪儿找 他又自动去给你加载了啊 这个绑定service实际上就有点跟那个很类似啊 就是说你直接告诉我绑定内 我直接给你就加载进来 加载进来 你直接就用啊 所以这种就是绑定service 绑定service 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啊 有有这个创建时间 但是没有restart的时间 也就是绑定service的时候 他不会自己 那个那个重新起一遍啊 restart 啊 不会restart 就是不会定用那个stack command 相当于啊 言外之意呢 就是说他不会 这个服务 不会啊 就长期的定在这个内存里啊 在你那个进程里边一直运行啊 这个不会 他就是说什么呢 如果说比如内存D啊 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 他直接会就 就会被系统就给清掉了 啊 然后你需要的时候啊 你再去绑定 再去加载啊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呢就是绑定服务 跟start service的这个这个区别啊 当然绑定服务 你需要确实能绑到这个服务 然后才能够运行 好 这个呢就是咱们 这个安全服务的啊 这个安卓服务的啊 这么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介绍啊 好下面呢我们来啊总结一下啊 就是安卓 service的这个demo啊 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就是安卓的这个service呢 实际上就跟我们windows下面这个DR一样啊 他呢可以帮助我们分割这种大型的代码 对吧把你这些功能啊都放到不同的这个模块里边去啊 你使用的时候呢你再去调用 你没必要说都给编到的一个程序里边去啊 啊 再有一个呢就是安卓的intern service啊 这个没有说啊 没有演示 但是呢我会在这里呢就跟大家说一下 intern service才是我们理解的真正的这个windows下面的这种服务啊 它是一个独立线程 就是跟你的这个这个这个啊 比如说这个service啊 service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进程里面 就相当于咱们说的这个load library啊 windows下面这个load library 你只不是把它DR掉到你的底下去用罢了 你这个主的一死掉它还是全死掉啊 然后这个安卓里边这个intern service呢 它就相对来说呢就是要好一些啊 它是一个独立线程 而且它不影响你前台的一些事情啊 也就是service的话啊 service的话如果说你把一些大量的这个运算的东西放到service service还是这个这个这个进程啊 从从跟那个主的这个APP呢实际上是同一进程 同一进程的话 那就说它耗的时间你前台就不能显示了 也就是前台前台不会有任何响应啊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后台去测试 比如我放一个service service里边我运行一个很很大量的一个代码啊 运行完了之后你可以看你这个程序基本就跑不了了啊 动不了死在那了啊 所以这个呢也是啊 安卓里边这个service 它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 所以它有一个intern service啊 这种然后这种才是真正我们需要 我们就是所谓的这个我们理解的这个服务啊 所以就是你要需要有些后台处理的 所以你需要这个intern service 这个呢 因为studio这个实里边呢 带了一个例子啊 就有一个那个download的啊 下载的这么一个例子 就是下载嘛 我肯定是点完了之后 我给他一个地址 他自己在后台去下载了 对吧 下载完了告诉我啊 这块呢有一个实例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所以像这种情况就是后台去下载 前台呢还能显用你的操作啊 这时候呢我们要用intern service啊 记住这两点就可以了啊 好 那今天的这个培训呢 我们就我们就到这里 好